那么下面呢 我们这是要进行的是一场全泰拳规则的五局的比赛 那么这也是WCK泰拳世界冠军的未免战 我们首先要请上来的是蓝峰 那么他是美籍的泰国人 27岁 绰号闪电 2006年 泰国两大拳场之一 伦比尼拳场轻量级 排名世界第一 现役 WMC世界冠军 现役 WPMF世界冠军 美国泰拳轻量级第一人 2009年 他移民美国 代表美国征战世界 至今没有败继 我们又请现在世界泰拳排名第一 勒德斯卡 现在观众朋友们看到了这是蓝峰拳手 德斯卡 外号是闪电 他是美籍的泰国人 27岁 身高是170 他参加过123场比赛 而且是现役 WMC WPMF世界冠军 他今天要向WCK现役泰拳世界冠军 李宁要把气挑战 和勒德斯卡对阵呢 是中国勇士李宁 他是武林峰那台上最聪明的选手 他的大脑和他的自知一样强大 我们有请中国勇士李宁 勇气弗 勇气弗 勇 Deep 勇气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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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บอกผู้ตัวสู้ในวันครั้งนี้ครับ บอกให้เชียมตัวรับกับอัมมุตย์เมื่อไทยทุกจาง Bed by นี่รักสรรมสินะ 这位就是 武林峰的 中国勇士李宁 它目前也是 WCK 泰拳嫌疑的世界冠軍 今天是他在衛冕战 他今年21岁 身高是1米70 在五零峰的战阶是 十战九胜一负 他是在去年的 海谈的海口 获得了WCK的 世界冠军 那么今天是他的衛冕战 比赛 现在开始 三个回合 三个回合 好 各位先生 请大家 五个回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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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成功了 过来到你的角度 好 来到你的角度 好 来到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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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个回合 五个回合 世界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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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方走进美国决战拉斯维加斯WCK泰拳世界冠军未免战开始了 红方是武林峰的中国勇士现役WCK的泰拳世界冠军李宁 南方来自美国的俄罗斯拉号称是闪电 他目前是WMC的世界泰拳理事会的冠军 我们看到从这个第一局看于这个美国的俄罗斯拉利用自己的出场 因为在泰拳比赛当中是可以运用吸又摔这些技法 因为这是WCK世界泰拳也是为举办的这种未免战 要打五局每局是三分钟 这是李宁的未免战 让我们在美国看到了原汁原味的纯泰式打法 那么红方是武林峰的中国勇士李宁 那么蓝方是美籍泰国人 勇特斯卡 勇特斯卡在今天的比赛当中一开局啊 跟我们预想的不太一样 他在比赛当中没有更多的运用纯泰式的那种进攻的方式和打法 我们知道 泰国人在哪泰拳的第一局比赛当中都是先控制节奏 因为要打五局嘛 但是今天没有 他认为我今天的主场我就要TKO你 要KO你 比赛当中更多采用主动进攻的方式 因为我们从双方的力量对比来看 第一局我们已经感受到这个 德克斯拉的力量确实很大 你看他的打法更具有这种攻击性和杀伤力 很硬了 这就是泰国的孤独高手 他目前在WMC世界排阅理事会 青浆级排名目前是第一 不愧是高手 而这个李宁呢以前是练这种三打 现在改练这种泰拳 那么去年在海南省的海口市获得了WCK的泰拳 青浆级排的世界冠军 今天是他的未免战 你想他在美国就遇到这个挑战 选手实力这么超强 可以说在这种自由博军队台上 高手如云啊 这个采用的是接腿帅非常漂亮 这个接腿帅很用像中国的那种接腿帅的技术 接腿之后一个扫腿 扫在列台上 从双方第一局比赛来看 今天这个约德斯拉 确实是来者不善 善者不来 传在地狱的精彩慢慢看 别人又往西方 这就是态势的这种摔法 比如快摔 是一个借力 借势 走法 看 看 鸡腿帅 从这三强机会来看 李宁在今天的比赛当中 这场比赛确实不好打 观众朋友们这是武林盘 美国军战拉斯比亚斯第三季 打得CK泰拳世界冠军 外面站在一场比赛 红方是李宁 蓝方是美国 美其泰国人 看 哇 李宁倒了 李宁倒了 这是一种装边腿 没有想到没有想到 哇 谁都没有想到 这位美籍泰国人 胡德斯卡确实带着看 就是这级高边腿 重重地倒在脸上 我们手向要出WCK的 泰拳世界冠军金腰带 这样的话 胡德斯卡就挑战成功 看看双方在第二阵镜在动格 慢慢看 就是这级高边腿 看 实际的把握 准确性 向日比赛感 控制的都恰到 一段时间 这一段时间 这一段时间 一段时间 一段时间 但幸运给这位 他非常幸福 比赛金国 蓝芳盛